卢贝松抢救地球纪录片 自6月5日全球放映以来 再度引发如三年前高额暖化真相效应 法国总统萨科奇宣布 全国中小学生都应该观看死片 估计YSL八万八千名员工 网络上全面为本片宣传 抢救地球是至今人类高空拍摄 地球几项最成功的影片 文献的世界周报 为观众完整摘录抢救地球中 最重要的两大片段 城市开发与序幕污染 那么卢贝松所监制的这部影片 抢救地球 他在我们所看到的将近两年的摄影 横跨了五四四个国家 那么之外呢 他抓住了几个很重要的 我们过去忽略的议题 全球的森林所以极度的消失 是因为大多被砍发 除了木材作为一般 我们所需要的生活之外 还为了要种植古物 这些古物的种植 有一大部分 不是为了我们的粮食而已 他主要是要拿来 喂食一些牲畜 喂食牲畜的目的 是因为人那么需要吃肉 人对肉食的依赖 导致我们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古物 事实上是完全只为了 要喂食这些牲畜 那么因此呢 在这一次的电影里头 他们特别提出一个观念 如果你一个礼拜 只有一天少吃肉 你很可能就让某些森林 可以被保留下来 而让有一些贫穷的 一些非洲的饥荒的儿童们 他们可以有足够的食物 可以吃 导演雅祖背同的空中镜头 沉浸地球的真实面貌 人类滥用农药与化肥 如同慢性扩散的大规模杀伤性毒气 让有毒物质渗入空气 土壤 河川海洋 及人体细胞 发展了几千年的农业品种 已有四分之三消失灭绝 畜牧业快速扩充 用掉了足以养活 全球十亿贫穷人口的粮食 同时也排放大量温室气体 成了地球暖化的一大元凶 为了满足富裕人口激增的肉类消费 牧场以集中营方式 繁殖牛群 牛从诞生到被端上人类餐桌之前 终其一生可能都没见过草地 他们全靠卡车运来的饲料养肥 畜牧活动和暖化的气候 造成缺水危机 估计2025年之前 将影响近20亿人口的生存 同样的地球支费变色 大量储存二氧化碳的雨林 也变成制造肉品的饲料基地 亚马逊雨林遭烂肯的95%根地 都用来种大豆 制成畜牧用的饲料 人类就快刷爆生态信用卡 但即使环境严重破坏 我们也没有悲观的权利 未来十年或许是为地球负责的最后机会 集结众人力量 找寻永续成长的模式 关于生态破坏的真相 我们听得太多做得太少 抢救地球大作战 你准备好采取行动了吗